處理好的軟殼蟹 火上粉 下鍋油炸 豐富又營養的沙拉 加入軟殼蟹 淋上特製的沙拉醬 讓民眾一口接著一口 軟殼蟹沙拉的螃蟹 吃起來酥酥軟軟的 那個殼也拌在一起 這個吃起來味道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有喜歡嘗試的人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這一道軟殼蟹沙拉 我們採用基隆本地的 限服務處去調製的特製沙拉醬 搭配我們本港的軟殼蟹 然後酥炸 然後搭配我們簡單的堅果 麵包丁跟杏仁還有新鮮的地瓜 除了有軟殼蟹沙拉 小捲墨魚麵 業者推出這道波士頓焗烤龍蝦 經過烤箱烘烤 龍蝦外層呈現金黃色 搭配濃郁的起司 口感濃郁 而這一道帶熬龍蝦餐 只需要付加購價599元 套餐整個設計非常的划算 就是我一般餐年1200 然後只要再加個600塊 左右就可以吃到這麼新鮮的龍蝦 我覺得很划算 波士頓龍蝦它一隻其實就非常的肥美 那我們就是選用半隻帶熬的部分 提供給客人 讓客人其實可以增添上飽足感 迎接農曆春節到來 飯店大廳裝飾的很有年味 舒適的接待大廳 一旁就是飯店餐廳 推出包括成熟牛小排 鮮魚食書 炭烤豬排等三種套餐 在大片落地窗前 一邊享用美食 一邊欣賞景色 真的好享受 我覺得這邊有山有海 然後我們坐火車 然後就可以看到海科館 然後很非常適合帶小朋友過來這邊 過年期的話就會出來踏青 然後會到戶外一起用餐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話是用餐的環境非常好 來到樓上的家庭露台房 打開門就是整片的陽台 大片的飲食空間 很適合家庭或者情侶出遊 受到國旅和春節旅遊需求 飯店的訂房率已經來到七成 業者祭出餐廳優惠 住宿還送一千元的發財金 今年住房率其實已經來到七成左右 跟往年比起來是成長滿多的 那除了有優惠的房價之外 還有送一千元的發財金 這樣子算下來其實是優惠的將近九折左右 春節的腳步逼近 民眾在家圍爐之後 業者看準民眾走春 旅遊商機 祭出了優惠套餐 希望能夠搶公春節商機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